下面继续 wordpress.com和.org这两个产品的区别 上集讲到了.com产品和.org产品的上手 很显然.com产品上手 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org产品会有点难度 但这只是外表给人的感觉而已 实际上.com产品它还有很多隐含的东西 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wordpress.com这个网址 我们在国内有的时候能打开 有的时候不能打开 就算能打开 这个.com产品里面的那些服务 有一些我们也是无法正常访问的 这是第一个是网络问题 对于.org产品来说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不都存在 而且是可以避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在于这个主机上 .com产品提供的主机 它肯定是国外的服务器 而且它这里面安装了很多国外的服务 我们是不能把它关闭掉的 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手段 去连接国外的服务器 如果你没有手段 是不能够正常使用它这个产品的 或者说不能正常使用它这个产品的某些功能 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 这个.com产品如果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条件下 大部分时间是无法正常登录和使用的 除非你有工具才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懂得都懂 对于.org产品来说 它是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它需要在主机上跑 在主机上运行 这个主机你如果买的是国外的主机 也会遇到.com产品提到的那些问题 如果你买的是中国国内的机房的主机 运行.org产品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用的是国外的主题 还是有一部分功能是被限制的 因为它会访问国外的网络 如果你用的是我们国人开发的主题 是不存在无法访问的情况的 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课程中讲的谷歌字体 就是国外主题才有的谷歌字体 一般国人开发的wordpress的主题 是没有谷歌字体的 但是我们国人开发的主题 使用量和关注度和热度并不高 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用 更多的人还是在用国外的主题 因为他们的主题更完善 功能更多